因為他有人家 說的是什麼 湯姬小潘 公平喔 尼克欣在淡江拳擊社學的 然後李勝達是淡江拳擊社的教練 但你在做他抄襲爆料影片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其實有點擔心被答應 那今天是我們第一集的Podcast時間 那我們請來的是那個小潘 大家都收治他我也不需要多講 那為了跟利季峰做一點區別 因為利季峰他們是純Podcast 那我這邊是比較介於Podcast跟節目的融合 你們可以當Podcast聽也可以當訪談節目看 好 那我接下來問一些小潘你的一些問題 好 小潘你是畢業於哪個國中啊或是高中 我是時代國中畢業 然後成功高...念成功高中 我後來考值考上台大電記 然後再來就是台大財經 我記得成功高中在我那個時候是第三志願 對是第三志願 你的家庭環境是怎麼樣 你有兄弟姐妹嗎 有啊我有兩個弟弟 都跟你一樣高 比我矮一點 我弟大概175左右 你好像從來沒有放過他們的畫面 對 因為不太想要就是把這個拍片的東西牽扯到家裡的身 父母算是支持你 算支持啊 那所以你的家庭基本上都是正常 算正常啦 就是我家算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對 就是爸爸在學校教書這樣 然後媽媽家庭主婦 超正常耶 很正常 超正常 對阿 現在這種正常家庭很少耶 對 這是一個算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 你以前身高就這麼的龐大 我以前算是比較細長型的 你都跟我差不多 對我算和你差不多 只是我後來就是做很多重訓 然後就變粗了 不是阿 我做重訓有沒有變那麼粗阿 可是我吃很多阿 你在學生時期的時候你有被欺負過 學生時期我算是一個比較 比較內向的學生 就是國中的時候 然後國中的時候其實 就是比較直逼阿 然後 當時 體育老師叫我們說 每天都要做30下福利挺身 兩位起座還有起立蹲下 然後做三趟 然後我就照做 結果我沒想到我高中的時候 就變得蠻壯的 然後個性就變得比較開朗 你當時在高中時期 要說學霸嗎 成功高中裡面應該每個都學霸 反正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說 我覺得成功高中的成績和建宗 比起來其實算蠻差的 雖然成功高中和建宗的分數 可能只差3分 但是 就最低入取分數阿 成功可能271之類 然後建宗是275 雖然可能只差這幾分 但是其實在裡面呢 競爭環境完全不一樣 建宗考上台大大概有半 成功高中考上台大大概就是10分之1 所以你就是少數 對對對 我好像差1分上附中阿 當時第一次就變建宗 第二次是斯大附中 第三次是成功 那我差1分上附中 因為我當時社會課太爛了 那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學拳擊 我大三阿 大二還大三 那你們第一個老師是誰 我在新店那裡邊 新店拳擊俱樂部 對對對 新店 丁浩峰 你是因為什麼契機想要做YouTube 喔 因為我之前看了一個漫畫 我應該跟很多人講過 我看了一個叫格鬥實況的漫畫 韓國呢 對韓國 就是男主角就是一個很廢的人 然後有一天他上網 就是查怎麼打架 然後學了以後就把那些欺負他人做爆 然後逆轉他人生 很老的套路 對 我希望可以幫助很多人 我記得你前期的時候 你YT一直上不去訂閱數 大概卡在一兩萬左右 那個時候你有很焦慮嗎 沒有卡 不是卡在一兩萬 是卡在兩三百 我記得我卡兩三百卡超久的 卡很久 而且那個時候我記得你幫我蠻多的 那個時候我好像卡在兩三百的時候 有一次我說要找你拍片 然後你就和我拍啊 然後讓我增加不少 那個時候你就三萬多還是兩萬多 我就忘記了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好像幾百還是一千 兩千這樣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訂閱數蠻少的 所以你那時候有很焦慮嗎 卡的時候 不會啊 我就是因為拍這個其實也沒什麼錢好賺 然後我也不是以這個為生了 就拍好玩啦 就興趣 對 這是算興趣 尼克星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阿星最近又在皮了 那關於尼克星的抄襲事情 你是怎麼發現的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都有在看那個 Tony Jeffrey的影片 然後有一天就是我發現 尼克星的影片怎麼封面一樣 我會覺得兩者應該有點貓膩 那後來我也不太在意 那是後來有人就跟我說 他就抄了一堆影片 然後我才仔細去看 發現 哇靠還真的是 就是 大桿都這樣照抄 這就太扯了 那你在做他 抄襲爆料影片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其實有點擔心被打 對 其實那個壓力 我有點擔心被那個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怎麼樣 我在想說會不會有什麼 黑道什麼的那些 其實我會怕 你說這樣蹦蹦嗎 對啊 你被解過你也知道 不在看待 對啊 而且現在的情況就是 路上遇到打架 你不可以隨便打 你等一下把別人打傷 那你還要賠錢 對 所以我不太想要 遇到這種事情 不然想一想 嗯還是算 就是這麼明顯的事 然後我也沒有做錯 就 就算 做做看吧 對 全下 節目組 有安排 你跟阿欣碰面 那尼克星 這是事前真的不知道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節目組一定知道 不然你怎麼可能放我進去 我覺得他 他不知道 真的嗎 我自己覺得他不知道 尼克星周圍的人可能知道 可能沒有跟他說 有可能 不然我不認為他 他會當面直接跟你見面 節目 那個時候 錄完後 你們還有互動嗎 沒有 就 就散了 好像李玉森留下來還沒吵架 然後那一天 我好像 因為12點了 我該回家睡覺 你認識 尼克星的教練嗎 李聖達 他是那個 你說那個 跑去日本的那個 對對對 李聖達很強 他是他的教練喔 他蠻年輕的耶 尼克星在那個阿 淡江的拳擊社學的 對啊 然後李聖達是淡江拳擊社的教練 李聖達現在幾歲 李聖達應該和你差不多大 李聖達很年輕 他好像剛畢業的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 李聖達的身體素質很好 然後技術也很好 他很強 他很低調 對 你對於他 針對你 線上課程 割韭菜 你有什麼看法 有割嗎 我是覺得我 賣這個價還蠻 還蠻賣 累得起良心啊 因為我覺得 一個知識 單點的知識 其實現在是不值錢 沒錯 但是整理過的知識很值錢 就像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案例 就是北一女的 有一個北一女的女生 在賣他的筆記 然後他賣2,600 然後總共賣出六七百萬 那這種知識其實 唉唷 這個貓還真可愛 他撞我攝影機 撞我腰 然後反正就是經過整理的知識 這樣才有吸收購買的價值 價格是多少 我還沒有仔細去賣 他好像會越來越貴 一開始是先 越早買就是早買價 一開始好像三千多 然後後來會慢慢漲 一次調幾百塊幾百塊慢慢漲 那幾堂課 幾支影片這樣 總長大概四到五個小時 他就把它切成很多片段 就是他有一個基礎架構 就是教你一些全集的基礎 然後慢慢的就是 再帶入一些 比較特別的是他有 我會有教你怎麼樣的訓練 不會用犧牲自己的名譽的方式來割韭菜 我覺得我線上課程比較適合 就是全集的新手還有中手 其實高手就不用買了 對 他在教一些全集 還有一些全集的訓練觀念 那可以讓你避免掉很多無效的訓練 尼克欣點出了PTT 這一篇貼文 說你以前 抄 但是 抄人家作業嗎還是 對不對 那篇貼文 喔喔喔喔喔喔 對對對 我好像說感謝電機器的同學 把作業借給我抄 對對對 那是你喔 是我啊 然後 他 他心一開始好像是懷疑這個是你 所以他後來發現說 有一個文章說打架 想打架 那個也是你 當然是我啊 那就是你 以前我就說我是屁孩 大家都有屁孩過 以前我就是個屁孩 然後喜歡就是 漢人起衝突這樣 年輕嘛 對啊 尼克欣留言區那邊有一些 對於你 亞陽那一場 賽後訪談 他們覺得 不太OK 覺得你不尊重亞陽 那 當時你打完 那個發言的問題 你那時候整個精神狀況是 怎麼樣的 情況 說到這個啊 那個真的是被踢到狂 我被踢到第一腳 真的是斷片 我大概斷了三小時 我在那一段期間 到現在的記憶都還沒有回復 這應該算是蠻嚴重腦震盪的現象 所以其實那時候你在講什麼 你會有點胡言亂語 就胡言亂語 想到什麼來來來 就當阿棠啊 就是棠啊 沒辦法就是棠 有留言說 你是靠身體素質去打對手 那對上一些頂尖的選手 你比較不行 你覺得這一方面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說法 其實我一半同意啦 因為我覺得 練任何格鬥有三個要素 分別是體力 然後身體素質就是力量 然後還有技術 對 其實這三個都要練啦 就你只是看說 你哪一方面的技能點得比較多而已 對 那你有什麼話想對阿星說嗎 對阿說什麼啊 還好啊 我覺得 你會討厭他嗎 我不會討厭他 其實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 我覺得還好啊 就是 願意去打比賽 然後一定會遇到比自己還要強的人 那遇到比自己還要強的人 那當然會打輸 你的心情會因為YT而起伏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會 我覺得還好 從頭到尾都還好 只有阿星那段期間 阿星也還好 就是 比較容易起伏的就是 我有時候覺得我做了一個劇作 但是卻沒有人看 我懂 你知道我上次做了一個劇作 就是 測那個打針 減肥針的影片 有有有 我知道 居然沒有人看 幹就是那種 被你他媽下棋打球類的鑰匙 居然沒有人看 居然沒有人看 我覺得有點難過 那真的是我的偶心力寫之作阿 難得發現這麼 這麼特別的東西阿 但那個也沒有業配 所以沒什麼關係 有時候就是隨便拍的東西 反而大家特別來看 對 真的有時候亂拍的東西 也不是亂拍的 有時候就臨時想到 像那個去路上給人打肚子 喔對 那個我沒有想到 回應這麼好 對啊 那個是我臨時想到的 就連我那個 那個我前幾天弄頭髮 那個設計師也有 看過的那一隻 真的喔 對我也是嚇到的 你做YT以來 會不會常常有 怪怪的人 私訊你或是騷擾你 私訊是還好 是會有啦 我也有 是會有啦 難免 但是我覺得 就 你會回嗎 大部分我都會回 其實我也會 只要不要太奇怪了 我就 禮貌性會 通常都會回來 只要不要那個 太攻擊太北藍 攻擊性太強 我就不會了 我好像都會嗆 對啊你會嗆啊 我嗆我就不會嗆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為這種陌生人生氣 沒有意義 對我覺得 而且還會影響我的睡眠平時 你做YT以來 你覺得你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應該是時間控管 在工作以外的時間 然後要抽時間拍片 然後還要想腳本 我覺得想腳本 其實是花最多時間的時間 我是那個啊 六日剪啊 你不是在上班時間剪嗎 屁啦我上班拿人剪片 我上班拿人剪片 我想說你在上班時間 屁啦 屁啦 好誤會 你誤會好不好 我上班要很專心欸 然後有時候 他面臨那個網路上 那些攻擊 對 心靈上 其實還是會影響 多少會有一點點的起伏 那就是自己要學習去消化 對但是我覺得還是 拍出來的片 沒有人看最難過 現在幾天 慢慢來 7點20 慢慢來 反正我今天還沒有 因為我剛剛住一小時 他把他點 我把他點他去接機 沒關係 不行 因為我太太在樓上可以留宿 你結婚了 對啊 就登記而已 小冰老師 小冰老師要不要介紹一下自己的那個 太突然了吧 工作室或者是那個 你的表演 我們其實都是在外面那個 表演活動 那工作室就是認識的 才會住這樣子 你要不要說說玻璃心那一支MV 你是裡面的什麼人物 裡面的宮古神 那一支布就是小冰老師辦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找小冰老師 他做很多表演 我再把他的連結貼上去 覺得你自己在哪方面的能力 是屬於比較弱勢 會讓你感到有點自卑或難過 我覺得我的口條是不是真的不太好 你是不是看到有些留言在泡你的口條 馬的一堆人說我講話很堂 但是後來我有時候自己剪我自己的片 有些發現自己講話 好堂喔 怎麼這麼智障 所以你剪我的片要稍微 不要把我剪得太智障 好 我覺得口條其實應該要從小不要去 需要訓練 可能比較缺乏這方面訓練 一開始那個看這攝影機 講話結結巴巴 對當然正常 一句話要講好久 你以後有想要挑戰其他的項目嗎 其他的項目 除了拳擊以外的武術 武術嗎 可不可以挑戰大胃王 好啊他不太想打 沒有啦 沒有不太想打 我最近受傷了 你知道我 我沒有跟你講 就是我之前 就是我之前被 就是我之前被踢到頭 然後那個時候還算是老震盪的情況 然後我繼續訓練 結果就沒有就是狀況不太好 就從高處摔下來 撞到我的嘴啊 然後結果我現在腳都會滿滿的 然後我現在睡覺一定要做側睡 我要先等我的腳好再開始打 欸不是啊 你去打全運貴是什麼時候的事 全運貴 打完牙羊後不是嗎 打完牙羊後啊 對啊 但是你摔傷是什麼時候的事 可能摔傷應該是 就打完牙羊大概過一兩個禮拜吧 然後受傷之後再去打全運貴 對啊其實我這樣傷的有點大欸 沒有那個腰是死好死壞 有時候好有時候壞 那目前來說 你會推薦各位觀眾去做YT嗎 我覺得做短視頻就好 做嗎 我覺得做Youtube其實 如果要做就要做興趣啊 就是你要很有興趣 然後佛系經營 你可以每個禮拜都上片 但是不要期待有太高的報酬 對你的自然 要調適 就是我覺得PO這個有點像是在發我的這種日記分享 對對對 如果你喜歡就是日記分享 那當然我覺得當然很好啊 那意外的話說不定就做起來了 對 但是如果沒有那個契機就 如果沒有那個契機 也我覺得也不要太難過 因為我覺得做開心最重要 大部分我覺得做YT要起來的話 要天時地利人合 真的 剛好小歡天時地利人合都到了 真的我運氣算蠻好的 然後有一陣子那演算法一直推薦我 運氣蠻好的 但是他前面熬了很久 對我前面在 我真的記得我還兩三百 熬蠻久的 一天可能增加一個粉絲 然後有時候還會掉粉 很慘欸 我都會記得我每天早上起來的粉絲數是多少 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最在意 對剛才那個可能從326 然後變成328 我就會蠻高興 原本要按公公打 然後我已經到他們窮罐了 放鳥對不對 然後他才跟我說他肩膀受傷 你好像從希臘剛回來 對對我剛蜜月剛回來 我就說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算了 算了 不想打就不 不想打不能勉強 目前你的線上課程會賣到什麼時候 這個我也不知道 它有期間限定嗎 時間限定 這個我不太確定日期 但是他就是那個價格就是慢慢的挑戰 各位早買 早享受 早買早享受 給他割一下也沒關係了 讓他割 這不是割 這個是我的15年的心血結晶 你就當作是去買一個北一女的筆記好了 有道理 一個拳擊筆記 一個拳擊筆記 別嗆我 等下我睡不著 黑粉跟潘粉都可以去留言一下好不好 所有人都會怎麼收 我是說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幹我都不會講那個 那個 那個他糖欸 很糖喔 格鬥實況 有一個女生都很愛這樣 那個叫什麼 呂露美 好 掰掰 好 大家掰掰 說到那個弱點我要強調 就是我控制食慾的 控制吃東西的能力 好像亂吃一通 可是很爽啊 對 超爽 不過我覺得他的咖哩比較淡 味道比較淡 對我來說 不能 我覺得還不錯啊 你就剛剛好吃 是剛剛好 是蠻健康的感覺 對 就是很健康的咖哩 對 還有前後見證 譬如說你現在轉一口 好像可以滑爛 喔 這樣很好吃 這樣還是持續來錄影 好方便 它是有2K的嗎 有4K 那很好 那很好